我很理解就是新手爸媽 尤其是小孩一歲前的時候 父母會很缺乏睡眠的那種感覺 然後因為我真的沒有差 我家已經三個小孩 基本上其實很像一個幼兒園了 所以我也常常會跟我的朋友說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夫妻約會一下 或是想要好好休息一下度個假 你們真的可以把小孩送來我家 我一定會讓他們很安全 然後大家很開心 但是男朋友帶小孩因為他們太晚心情有點浮躁 那那時候你要怎麼成立這個精神 我覺得我跟我先生已經被小孩訓練到 非常非常的有耐心 就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可以這麼有耐心的一個程度 所以很少耶 我們很少會被小孩激怒 你是因為這樣子說 你對本居有比較耐心的去成立這個失望嗎 我覺得我們都是非常離合為貴啦 然後也很願意去同理對方 很多朋友都很心疼你遇到這樣的事情 因為你工作非常忙啊 然後對他小孩都會好好啊 那這陣子是不是受到大家的作品 其實真的因為這個事件啊 我受到很多我們同社區的鄰居的溫暖 然後也因此 好像多了很多反而可以那種 淋漓間互助的伴 所以其實還蠻感恩的 沒有耶 就完全好像有點消失了 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沒有耶 不知道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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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